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专案建制档,也就是makefile 那我忘了广播,广播一下 那makefile这个东西呢 你会发现它影响力很深 它从西元开始出现这个makefile这种东西之后 然后像现在java也有makefile 像ant,ant,还有maven都是用来做make的东西 那linux的makefile更不用讲 linux里面几乎所有的开放原始码砖都是靠 或所有的砖都是靠makefile 只要是用c写的 或c++写的都是靠makefile去建的 那所以这个makefile的作用是影响很深的 那它在你稍微要写大一点的程式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会展现出来 那这是我们的刚刚那个范例的makefile 那它算是蛮简单的一个makefile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一开始的这一段makefile 它比如说cc等于gcc,ar等于ar 这到底在干嘛 这其实就像是音源里面的define一样 那所以呢 我在里面我都写这样 cc,ar 而不是直接把gcc写在里面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万一未来我不是用gcc 而是用另外一个版本的c源编译器用 那我这些程式都不用改 我只要改掉这边变成那个新版就好 define的功能大概就是让你不需要全部重改 你只要改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这是前面这一段的用意 那它这个define还可以有层次 比如说这个c flag它就是inc这个东西 跟libs这个东西两个接起来 这个define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第一个动作通常是all 就是当我没有打任何 Mac没有打任何参数的时候 我就会执行这个all 那如果有打参数 比如说我Mac后面打clean 那它就会执行这个clean 我们直接操作一遍给各位看会比较清楚 现在呢我这里有一个叫macfile的东西 那我把它显示出来 它其实就是刚刚那个档 刚刚你看到的那个档 那我如果在这边呢 我打make clean 这样呢它会去执行clean的这个段落 那clean这个段落呢 它要求要rm就是remove 移除什么 移除信号.o 就是.o档 移除.ese档和移除.a档 所以当我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它就会去触发刚刚那个rm的那一个 那一个